家穷人愁一鸣无酒 名花名鼠月月之徒 大家好我是那小美呀 今天我们只有我不存在的街道要完结了 上一期说到物和班主任开始追白鸟哥哥家的车 想要确认一下凶手是否藏匿在车上 在车上时 物跟班主任交代了自己在做的事情 就是类似于一个侦探游戏一样的 班主任顺手帮助物扣好了不太好使的安全带 还说怪不得最近物有点不太一样了 有些过于热情 物说这样是为了填补心中的空洞 但是这句话其实是他盗用了班主任说的话 班主任也很诧异 因为本来他是想自己在毕业典礼时说这句话的 班主任自顾自的说 其实你不用因为把美女当成诱饵而感到自责羞愧 因为善情和恶情的本质是一样的 都是为了填补自身的空洞 物感觉班主任这种想法有些极端 班主任开着开着车手便不自觉地敲起了方向盘 物知道这是老师戒烟后的习惯 他戒烟后总是用棒棒糖来带皮烟 物低头帮老师找糖 班主任告诉他 不用找了 因为这车不是我的 忽然老师的笑容变得有些诡异 物低头看着车里有一颗蟹药 老师对物说 你一直说假设有一个凶手 但是其实你是确信存在这个绑架犯的 所以才展开了行动吧 我感到难以置信 我不相信有人能预知我的想法 听到这里我猛地回头看他 老师忽然换了个方向 不再追赶百鸟哥哥家的车了 便让他放心 梅里并没有在那辆车上 老师对物说 其实我感觉你一直都是要抢走我的猎物 一开始我以为只是个巧合罢了 但是后来你总是能恰到好处地阻止我 所以我才让梅里去了体育馆 我就是为了证实你是否是我的敌人 我给梅里喝下了装有歇药的水 还订好了百鸟家的便当 是不是感觉所有的线索都连起来了 这才是我真正的样子 车也是我按照我原来的车的样子刚刚借的 我显然是没有想到 凶手竟然是一直支持自己鼓励自己的老师 当初母亲同事列出嫌疑人名单时 上面有老师八代学的名字 但是因为上面也有母亲的名字 物便没有相信那份名单 八代学将车开到了一个地方停了下来 他还是不相信物就像会预测一样 轻松地破坏了他的计划 还是小孩子的物被那个不太好使的安全带 困在了车上 八代学表示自己并不是因为被破坏的计划而进行复仇 就把他当成欲望没有被满足而做出的举动吧 八代学下了车 车子缓缓地开进了冰冷的河水里 物大喊了一声 八代学好像是停住了脚步 画面转到一只小仓鼠 八代学讲了一个故事 小时候他曾收到几只仓鼠 仓鼠繁殖的也越来越多 后来他把仓鼠全都扔进了装满水的大瓶子里 回到家之后发现有一只仓鼠正站在同伴的尸体上求生 看到这幅景象 他想起了一篇短篇小说 一个穷凶极恶的坠入地狱的 名叫剑陀多的男子 因为生前救过一只蜘蛛 佛祖从极乐世界放下了一根蜘蛛丝 剑陀多开始顺着蛛丝朝极乐世界攀爬 其他的王者都跟着他一起爬 但都被他踹了下去 这时蛛丝断了 他再一次坠着地狱 当他看见那只努力求生的仓鼠之后 他仿佛能够看见人类头上的蛛丝 他将头上有蛛丝的人都傻了 直到遇到了那个阻止他的少年 少年头上也有一根蛛丝 他没有杀他 而是开始偷偷地观察他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 乌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15年了 终于有一天他睁开了眼睛 是他的妈妈每天都在用心地照顾他 但是他的记忆却有些残缺 直到他苏醒之后 他的朋友贤也和广美都来医院看望他 贤也做了律师 广美做了医生 而除月也和广美结了婚 生了一个可爱的男孩子 一切仿佛都朝着好的方向走 乌开始努力地做附件 陪白雪病的女孩聊天 这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八代学 但是此时的乌还没有想起以前的事 八代学说 他结婚的时候成了入聚女婿 他的岳父是市议会的议员 岳父去世后 他便继承了岳父的势力 成了市议员 这一次的见面 两个人并没有过深的交谈 这一天 乌正想去看望那个白雪病女孩的时候 又遇见了八代学 八代学打算和乌好好地聊一聊 两人来到了医院的楼顶 到了楼顶之后 乌表示自己的记忆已经恢复了 八代仿佛又看见了乌头上的那一条 长长的透明的蛛丝 原来在八代来之前 乌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咸野和广美 咸野和广美 一人是律师 一人是医生 都是因为乌的影响 因为他们是正义的伙伴 八代一直不解 为什么乌总是能预测他的行动 但是乌并不想告诉他什么 难道要告诉他自己是美貌与智慧并重 英雄与狭义的化身穿越匣吗 八代拿走了乌的手机并告诉他 那个白雪病的小姑娘 今天的药里面穿着肌肉松弛剂的袋子 上面还有乌的指纹 所以乌又成了梯子一样 八代学还拿着乌的手机 给他妈妈编辑了一封遗书 但是其实乌的妈妈早就知道乌恢复了记忆 乌在楼顶对八代说 他没有对父亲的记忆 那时候的老师就好像是父亲一样 填平他内心的空洞 他们两个人彼此都很了解 但是这一场躲命局应该还是乌赢了 因为他救下了楚约 广美 中西彩 还有未来会被杀死的母亲 乌告诉八代 他只是知道他的未来而已 八代之所以没有杀死乌 是因为乌就是八代学的希望 使乌填平了他内心的空洞 乌说完之后不顾一切的冲向楼顶边 八代学拉住了他 乌说这个世界上真正了解老师的只有他 八代学流下了泪水 因为乌说的是正确的 他松开了手 乌掉了下去 就在八代学想要从楼顶跳下去 结束自己一生的时候 乌在底下的气囊上笑着看着他 而八代学头上的蛛丝也断了 这一局他还是输了 最终八代学因为杀人未遂被逮捕了 生活回到了正轨 乌以画漫画为生 重映再也没有出现在乌的身上 这一天下起了雪 乌又来到了经常来的桥底下 对面有一个女生正在拍照 她跑过来避雪 盖下帽子 正是爱临明媚的笑脸 故事结束 整个故事终于结束了 物由原来的自责懦弱 变得勇敢坚强 这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 是因为有相信他的朋友 还有那个可爱 开明又支持他的妈妈 而八代学之所以挑选这几个人下手 是因为这几个人头上都出现了蛛丝 这蛛丝代表的应该就是求生的欲望 至此 八代学为什么想杀人 其实应该是想要填平内心的空洞吧 因为八代学之前说 善行和恶行都是为了填平空洞 反正也不知道她年纪轻轻 事业有成 为啥能有那么大的空洞 虽然我们不能穿越回去改变什么 但是希望在座的小可爱 做什么都不会后悔 只有我不存在的街道 到这里也就完结了 我是你的小美呀 点赞评论加收藏 小美会努力爆发更新哦 爱你们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